5月30日早上,金秀贤在金志愿要演药水广告发布前,再次更新了INCE,晒出了一张与泪之女王拍摄地基本没有直接关系的酒店照片。 富尔摩斯秀兵们再次上线,有人根据试图,发现这酒店离火车站拍摄场景很近很近。 有人认为寻衣草场景是在Bartonetia Daftgarten拍摄。 今天金秀贤更新IG的那个酒店照片叫Billy Filder Huff。 这两个地点的距离也很近,更甚至有人认为酒店门口显得突兀的两辆车,是分别属于金秀贤与金志愿。 他们通过提高图片亮度和放大的方式,试图看到车里的人,提出看到了还未下车的金志愿,不过客代表的眼镜还没有修炼到位,没能看清。 而不停营业的金秀贤频繁受到网友贴脸,在评论区高赞评论清一色的撮合这对CP走进线时。 其中,德国还是金志愿。 我你和德国,你的妻子金志愿,她像天使一样美丽,美到看着她会沉浸其中,像德国一样。 但是显然,大家习惯了她的风景图更新,并且也是解密了。 她在对应金志愿含华广告更新的四张ins图的秘密。 最初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了镜子上,投析其中到底出自谁手拍摄。 在第一张金秀贤蹲坐在角落读剧本的照片的玻璃中,我们能看到一个片系,食指和中指分很开的拍照手势。 不少秀斌当即联想到了,金志愿在生日当天被印尼粉丝和神秘的维他命军团送上应援车后,站在车前拍照的场面,手指形势出现了重合。 甚至还有人看到了金志愿熟悉的洞洞鞋,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024年,明星们对玻璃等的把控已经相当注意了。 经过模糊处理的内容无法进行进一步比对,但这张图更好品的一幕出现了。 我们观察金秀贤此前剧作,包括在《泪之女王》中,她自己的剧本往往都会选择横板带夹子的。 然而蹲角落独本的画面里,却是一个书像的本,而金志愿常用的剧本,基本都属于这个范畴。 当然这也并不是否认刚好没带,找工作人员要到的新本。 第二张图的咖啡照,相信大家不要太熟悉,因为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。 爽金互拍的同款,只能说画面角度不同,而这张照片的调色等方方面面,与此前的互拍不要太相似。 网友也再次提到了金志愿同款手机拍照,不能避免的光线问题。 而关于这一场景的金秀贤金志愿照片,我们能找到很多个版本,还包括当时贴在墙面上的亲密合照。 不过也因为照片中玻璃镜面的存在,很多人都去放大寻找拍摄人。 而相比于第一张照片,这张照片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拍摄人的性别,模糊的长发女性形象能确定。 至于是金志愿还是工作人员,没办法给出完整的定义。 根据同款照片可以看出,金志愿当天的发型却是与影子相似。 借身穿的蓝色上衣,在镜子模糊的角度下是偏黑的,也属于能对应上。 而第三张图的镜子就有趣了,明灵是被拍摄主体的金秀贤站在金子对面。 按理说这张图更容易被看到拍摄人,但反常的是我们从照片中,看不到一点痕迹。 这一现象就有趣了,既然特殊模糊处理后,能让人根本看不到痕迹。 为什么在前两张照片中会故意的留下模糊的身影呢? 当这个问题出现之后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,即使三张同样有镜子存在的照片, 其中不管是手还是长发的虚影,都是可以被处理掉的。 但之所以模糊地露出,一定是为了引发粉丝之间的猜测和讨论。 然而在越南秀宾那边,成了看图猜地址,他们经过精细的室内物品避兑。 他提到第六集那个在酒店的房间里,海人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地方, 与当时图一的椅子和酒店的实际房间里的椅子。 以及海人背后,外面的景色跟从实际房间往外看的景色是一样的。 而此前,金秀显IG上的两张照片,看位置接近那个教堂, 他的面向是朝着那个酒店的方向。 而关于他IG上的那张背靠玻璃镜蹲着的照片,也已经被证实是在这个酒店里。 大家把照片的那些细节和实际房间的细节对比一下。 这个房间也是第七集《险与海人离婚》消息暴露后吵架。 第六集和第七集的那两个场景都是在同一个酒店,同一个房间拍戏的。 也就是说,当天金秀显对照着金志愿的韩华广告。 判见的更新四张ins照片,第一张是在德国酒店的房间看剧本, 第二张是我们早早知道双金互拍的德国咖啡馆。 后两张虽然回到了韩国,不过如果用照片对应的概念理解, 也是说得通的,因为我们翻看金秀显的ins更新, 这样四张连发少之又少,并且还是这样毫无关联的四张图。 但是却又非常巧合地与金志愿的广告朝向完全对应, 真的只能让人以谋笑,并且当时客代表甚至都想过, 他或许为了避嫌,接下来的更新会接着照片为进入韩国。 但没想到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, 我们的金秀显依旧在德国,并且晒出的是一张德国酒店门前的图。 虽然体谅画质也无法真正地辨别车和人, 但却也能说明一路德国神四海的感情。 甚至有不少秀兵们调侃,如果挡着ins名字, 让不知情的路人来看,还真的会把他当成德国艺人。 而这一次的情况,MK媒体再次有记者报道, 他们提到,TVN周末电视剧《眼泪女王》结束后, 金秀显似乎无法忘记剧中饰演白贤雨的回忆, 继续将他和金志愿饰演的海人, 一起拍摄的德国拍摄现场的照片, 上传到自己的个人的ins频道。 30日上午,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, 公开的一张照片展现了晚上是中心的风景。 这些建筑竞选欧洲德式风格的建筑风格, 尤其是右侧的建筑,具有古色古香的设计元素, 天空被浓云笼罩,呈现出一种昏暗的气氛。 虽然从云层中能看到一些蓝天, 但整体上天气比较阴。 其实在《眼泪女王》剧中后, 金秀显似乎无法忘记饰演白贤雨的回忆, 不断在自己的个人频道上, 商传他和金志愿一起相处一个月的德国拍摄现场, 看到这应该能感觉到那种想蹭又不敢提的扭捏感。 韩语知名的媒体,在谈论到双金时都开始在看图编故事, 讲起其中的氛围和建筑风格, 都不敢审挖其中对场面地点等的拆解分析。 而他们在针对画面的描述, 与此前报道边远村落一曲同工, 照片下端停放着黑色车辆, 可以看到人们在市中心行走, 道路周围摆放着树木和路灯, 建筑物的窗户部分亮着灯, 表明有人居住或使用建筑物。 从整体上看,这张照片很好地展现了, 欧洲市中心平凡的晚间风景, 天气营造出即将下雨的气氛, 可以感受到照片中城市的生动感和日常面貌。 金秀贤在《眼泪女王》中以细腻动人的演技, 完美消化了白咸鱼一角, 在此次《百想艺术大赏》中获得了人气奖, 她的演技再次得到了认可。 电视剧结束后, 她依然用照片留下与剧中人物的回忆, 继续与粉丝们沟通, 特别是在海外粉丝中, 她的这种面貌得到了更大的反响。 金秀贤的此次照片公开给粉丝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, 电视剧结束后也成为了可以窥见她依然和粉丝们一起的真诚的契机。 这种拧巴感, 与金秀贤和金志愿在发布会时简直不要太一致, 并且让人意外的是, 在稿子写完时, 金秀贤在30日晚进行了二连更, 内容指向性不要太明显, 甚至让不少微粉都产生了动摇, 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。 这次金大厨加大的剂量, 真的不要让人太惊喜。